下一題 氫氧化鈉於水中四次有固定的吸硫酸中和結果如下表 請問你第四次要用多少 這個其實不用算 為什麼不用算 你加水會不會影響你的氫氧化鈉或者是你的鹽酸、硫酸 不會 所以加水本身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鹽的濃度或者是酸的 不是講不是濃度 不會影響到它會解離出來的默素 不會影響就是不會影響硫酸的量 不會影響氫氧化鈉的量 所以不會影響氫離子的默素或者是氫氧跟離子的默素 所以加水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原來有多少的氫氧化鈉 原來有多少的硫酸 所以你看到2跟3 希望它都4克的時候都是30毫升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了 加水不會影響 然後所以呢 第二次第三次都是4克 所以都30毫升 所以第一次跟第四次都是2克 所以都多少 15毫升 所以它就逼 其實不用算 看案表就會了 OK 那麼請問你這題類似啊 我收集雨水 然後去把它中和看誰比較酸 所以呢就問你啦 誰最酸啊 濃度最大啊 哪一個啊 注意 你不可以直接看氫氧化鈉的量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的摔雨的量沒有一樣大 前面當然是你的摔雨越多 所需要氣氧化鈉就會越多嘛 所以你前面的雨沒有一樣多 所以不能夠直接拿後面來比 要稍微處理一下 請問你誰最大 誰最大 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這都是女生 25 C 你答案選C 凡是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前面的體積都不一樣就不能比 所以要把它變成一樣 譬如說大家都變100 大家都100 或者大家都變500 大家都變1000 都隨便你 所以 大家都變100 然後 甲就要除以2 然後乙就要除以3 然後呢 丙就要除以4 然後釘就要除以5 那就看看誰最多 誰最多 甲最多 所以誰最聰 甲最聰 甲最聰 OK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是從蕭志龍教授所做的科學示範實驗變來的 有5個杯子 每一滴的濃度都一樣 每一滴的體積都一樣 然後呢 有5個杯子 有2杯子試劑 有3杯子試劑 有3杯子試劑 酸跟鹼 然後呢 放下去 拉拉拉拉 請問你變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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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 1滴的氫氧化鈉 加2滴的鹽酸 放到的是分泰裡面 放到的是分泰裡面 那會有什麼顏色 不用算 感覺要就可以知道了 你覺得1滴的氫氧化鈉 加2滴的鹽酸 出來應該是酸性還是中性還是鹼性 然後你就知道顏色什麼顏色 帥哥男 不對 可愛小女生 13號 13 指販 你說什麼 你選A喔 你說一下 我們講過他的濃度都一樣 體育都一樣 然後呢 所以鹽酸比較多 大他其實之後說變酸性還是變什麼性 酸性嘛 那它酸性 所以濃度都一樣 每一面體育都一樣 所以算是鹽酸比較多 兩倍 這樣拉拉拉拉拉拉拉麗以後就是酸性 所以氫離脂其亞跟那兩倍講過 所以呢 就酸 酸以後就是什麼顏色 肚色 A 下一個是全部倒在一起 全部拉在一起 有青眼化鈉 前面有一滴 後面有三滴 合起來有四滴 鹽山兩滴 還有石蕾 還有芬太 全部拉在一塊 啥顏色 全部拉在一起 什麼顏色 帥哥能 有三滴 三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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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顏色 不會喔 這要有一點美術 會這裡需要會點美術 請坐 不會喔 全部拉在一起 氫氧化鈉四滴 鹽山兩滴 所以它什麼性 鹼性 鹼性 因為兩個濃度一樣 每個體質都一樣 所以氫氧化鈉過量 所以它是鹼性 鹼跟多化鹼性 鹼性的時候 石蕾什麼顏色 鹼性石蕾什麼顏色 藍色 分它什麼顏色 紅色 那藍色加紅色變什麼顏色 紫色 紫色 有時候會點美術 紫色 所以當然選豬 這就是這樣 OK嗎 這都不用計算 這剛剛除了有一個選項中 需要用到計算之外 其他其實都不用算 其實都不用算 OK 很簡單 有關於酸鹼綜合 有人問答嗎 沒有 謝謝課堂練習